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开始来测试一下我们的小米防水壳的防水能力 首先将相机开机 放下快门键 然后丢进防水池 好 盖上盖子 进行充气 看一下我们的压力上升 0.5代表50米 再看一下 产品在机器内部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产品还是亮郎灯 还正在录像之中 因为气压很大 盖子上面都有很多水珠 我们等待压力达到0.6 我们等待压力达到0.6 好 目前压力已经上到 上到0.6了 好 我们再看看锅内的机器 好 我们进行压力锁定 我们因为时间有限 做一个保压5分钟的测试吧 好 锅内的机器还正常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压力表 始终保持在0.6帕这个位置 这个是我们进行一个 真实压力的一个模拟 再来看一下锅里面的机器 再来看一下锅里面的机器 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目前用来见证我们小宇相机 防水能力的正式小米手机 这是比较有戏剧意义的一件事情 保压计时两分钟 压力表 一浪两浪等正常工作 压力表一浪直到0.6兆帕 等待的时间是比较漫长的 我们的小宇相机正接受生于死的考虑 一旦失败 产品将 彻底报废 似乎我们的小宇相机还依然非常坚强 现在我们马上要挑战四分钟 好 四分钟已到 好 四分钟已到 我们再来看一看相机 我们再来看一看相机 好的 五分钟保压时间已经达到 我们看看压力 压力 可以 稍微有一点下降 我们可以 再次加压 好 压力再次冲上来 好 冲上冲上 OK 好 现在由我们的工程师进行放压操作 取出小宇相机 取出小宇相机 60米的压力 在声响上也有点震动的 OK OK 好 取出小宇相机 OK 我们再跟他打一个招呼 你好 欢迎你成功回来 OK 好 我们结束录像 好 花 0 5 6 4 5 5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徘徊着的 在路上的 你要做吗 维亚维亚 一碎的 骄傲着 那也总是我的模样 沸腾着的 不安着的 你要去哪 维亚维亚 迷洋的 沉着的 故事你真的在听吗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这一切 转眼都飘散如烟 我曾经失落失望 失掉所有方向 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当你仍然爱在幻想 你的明天 维亚维亚 它会好吗 还是更冷 对我而言是另一天 我曾经毁了我一切 只想永远的离开 我曾经堕入了黑暗 想挣扎 无法自拔 我曾经想你想他 想那野草野花 绝望着 也渴望着 也哭也笑 平凡着 我曾经 pivotal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